从抗日战争起,或者在这之前就开始有了军员这个称呼,现在很多年轻青年都选择去当军,随着时代的进步,竞争力越来越大,大家现在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军员在部队中的生活过得怎样,而是这些军员退伍以后的生活,从部队出来走上社会一切将会从零开始,要去适应这个社会,最重要的是该怎样去谋生。 部队会不会有什么安排之类的问题,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是前几年从部队退伍回来的,根据他们的讲述,有很多退伍老兵从事的职业,和他们在部队里从事的职业都差不多,有厨师,保安,健身教练,还有一部分家境好的都自己创业,但是这些工作的收入都不是很稳定的,除了厨师, 这个职业主要就是靠手艺吃饭,其他的业就只能出出力了,自己创业风险是最大的,按照现在社会上的平均薪资来讲,保安和死机的工资也就在三千左右,但是这也是看个人能力的,能力高的也就更够拿到较高一点的薪资, 在这里还有一部分人,愿意留在部队成为公务员军官,虽然工资不算高,但是各方面的待遇和福利,是所有人都羡慕的。 退伍回来的老兵,经常会说把自己最好的青春,献给了祖国献给了部队,起民一过却什么都没得到,但是有些退伍军人很不赞同,震荡兵都是我们自愿的并没有人强迫你去,最重要的是一种使命感。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,就不要有任何怨言,最重要的是当兵是自我的一种锻炼,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和提升。 据了解,退伍回来的老兵从事的职业,一般都差不到哪去,找工作也非常容易,也有很多人说,进入部队也是自己人身上的一个转折点,应该被自己穿过军装,保家卫国而感到无比的自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